第三千八百七十六集 轮回之主居然认得我 我真是不胜荣幸啊 陈醉月微微一笑 收敛起罪态 神情变得认真起来 她的身后一道道圣光闪烁 一个个圣堂弟子天国战将 陆续地浮现而出 个个披着圣甲 手提刀枪剑戟 杀起腾腾 大方 大方 众弟子形成阵势 铁筒般围住了叶辰 阵地高呼呐喊 显出了无比恢弘的气象 叶辰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 完全没想到 对方居然会追杀上来 他明明已经逃脱住 五方圣地了 你身上沾染有我 风魔天书的气息 你逃不掉的 束手就擒吧 我还想拿你的头骨 当酒杯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 陈醉月降落下来 覆手而立 面带微笑 背后隐约有一卷 青色的风暴天书浮现 那是他的风魔天书 乃风云无相四卷 无上天书之一 刚刚叶辰 在五方圣地的时候 虽然已经破掉了 风魔天书的封锁 但身上沾染了天书的气息 却摆脱不掉 陈醉月的追踪 立即被锁定了位置 看着这重重包围 叶辰脸色自然是 无比凝重 太上天师道 开 叶辰咆哮一声 直接开启 太上天师道 浑身灵气爆发 一袭天蓝色道袍加深 浑身迸发出龙虎天师的 仙家大气象 他修为突破到 始元境八层天后 已将诸多道法 重新熔炼 不再是只修魔道 昔日的太上天师道 此刻施展出了 气象远胜往昔 竟短暂将叶辰的修为 从始元境八层天 提升到了始元境九层天 虽然只是短暂 一个层面的提升 但对叶辰的气韵 有着莫大的增益 察觉到叶辰提升的气韵 陈醉月笑容微微 有些僵硬的 不愧是轮回之主 底牌果然层出不穷 圣堂里关于叶辰的情报 并没有太上天师道的存在 所以叶辰此刻施展 让得陈醉月也颇为震惊 传说中的轮回之主 底牌果然是多 如果真被叶辰逃出去了 他日必成大患 全体圣堂弟子听令 结阵 陈醉月首先下令 面对叶辰一个区区 使元境的修炼者 他却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当场命令在场的圣堂弟子 结阵 是 众人立即按照裁决天阵的方位 站好 分成72个角度 形成了一个铺天盖地的裁决大阵 滚滚为牙气息笼罩下去 夜晨的气韵与血脉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风魔乱刃 给我斩杀了 而后 陈醉月大手一挥 释放住风魔天书 一道道风魔乱刃 宛如刀剑一般 痴痴作响 划破虚空 迅速向着夜晨斩去 夜晨只觉一股 极灵力的风声袭来 眼见风魔乱刃杀盗 急忙挥动荒魔天剑阁挡 那一道道风魔乱刃 刚起凝炼之下 竟宛如实质一般 夜晨慌慕天剑与之碰撞 竟是发出了金铁交击的声音 而这个时候 周围密密麻麻的圣堂弟子 已经结成裁决天阵 呐喊咆哮之间 一道裁决圣光 宛如奔雷般 向着夜晨轰上而来 夜晨契机受沉醉月所致 这道裁决圣光无法闪避 领风神脉 开 危急之中 夜晨一声咆哮 浑身风气爆发 开启出了凌风神脉 那裁决圣光 轰击在夜晨身上 顿时被凌风神脉吸收 吸收了诸多圣堂强者的 合力一击 凌风神脉彻底积蓄圆满 小重楼掌 给我破 夜晨一掌向着陈醉月爆杀而去 这一掌混合了凌风神脉积蓄的力量 声势之大 如欲碾碎星辰 陈醉月大为惊讶 没想到夜晨承受了裁决天阵的一击 居然毫发无损 反而吸收掉这股力量 用来反击他 轮回血脉 果然刁钻古怪 陈醉月已经非常重视夜晨了 但到这一刻他才发现 自己还是轻视了夜晨 眼见夜晨一掌拍到 小重楼神术与凌风神脉结合 威势无比恐怖 陈醉月脸庞微微露出了凝重之色 双掌连环挥出 掌风里飘起青雅的酒香 一掌掌翻飞 将夜晨的掌势卸掉 不行 境界差距太大了 夜晨看到对方如此举重若轻 竟卸掉了自己的小重楼掌 便知道他和陈醉月之间 境界差得实在是太大了 以夜晨目前的综合战斗力 大概可以对付太真镜七八层天的强者 甚至有些实力极其恐怖的太真镜八层天 也不一定能对抗 但陈醉月的修为 已经远远超出了太真镜 甚至比起司徒清水还要厉害 面对此等强者 即便是夜晨也难以战胜 境界差得尾时是太大了 除非他不顾一切代价 全力燃烧轮回血脉 但这时孤身作战 没有人接应他 一旦他燃尽了轮回血脉 陷入了虚弱 还是要被圣堂弟子杀死 轮回之主 今日我胜之不武 一则境界远胜于你 二则 仗着人多气盛 我很是惭愧 将来等你死后 我每年回到你坟前祭拜 希望你不要见怪 陈醉月化解掉夜晨的小虫楼掌 顿时确定 在绝对的境界差距下 自己是稳操胜券了 又恢复了最太慵懒的神色 淡淡微笑着 看着夜晨的目光 仿佛在看着一句肿中尸骨 为了防止夜晨自爆 临死反扑 陈醉月又催动风魔天书 彻底压制住夜晨的气息 佛与天书 开 夜晨咬了咬牙 展开佛与天书 一缕佛光弥漫而出 但当场就被风魔天书碾碎了 根本不能抗衡 境界差距是一回事 天书的等级也有差距 夜晨的佛与天书是大天书 而陈醉月的风魔天书 却是无上天书 从法宝等级上 已经比夜晨高出一个境界 尊主 我来守护你 你快走吧 黄泉世界之中 青龙搜罗树看到夜晨的险境 已经做好牺牲护主的决定 一阵龙吟响起 一条威武腾腾的青龙 顿时在夜晨身躯上浮现而出 嗯 青龙茶树的气息 陈醉月见到那青龙 脸色微微一沉 从圣堂的情报里 他自然知道 昔日 玄家的青龙茶树已落到了夜晨手上 此时青龙出世 眼里大有护主之意 似乎是想自爆 你想自爆 可没那么容易 还不等青龙搜罗有所动作 陈醉月五指握拢 凌空一爪攻击过去 彻底封锁搜罗的气息 阻止他自爆反扑 夜晨脸色凝重 在巨大的境界差距下 他和青龙搜罗树面对陈醉月这一击 竟是无法抵挡 眼看大难将至 天空中顿时血光大作 九轮血月轰隆隆作响 升腾在天空之上 一道极潇洒飘逸的身影 缓缓降临而下 脸色淡漠 背后九轮血月宛如图腾 正是任非凡 任前辈 夜晨看到任非凡降临 又惊又喜 顿时精神大振 万没想到 任非凡竟会出现在地心域 陈醉月看到任非凡的身影 也是一阵惊恶 你是何人 从任非凡身上 陈醉月捕捉到了极恐怖的气息 比他修为还要恐怖许多 阴隐之间 陈醉月甚至有一种错觉 任非凡的气息 甚至比起裁决之主 还要强悍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无奈天命 任非凡高举当空 突然一剑杀下 血月图天斩 带着灵力的锋芒 狠狠地皮杀下去 陈醉月瞳孔一缩 那血月图天斩 锋芒极是灵力 但并不是任非凡的权力 任非凡有所保留 似乎对什么规则有忌惮 并没有动用权力 只是用了小部分的力量 但即便是小部分的力量 陈醉月也感到无比的压力 血月剑气杀到 周围一个个盛唐弟子 天国战将 遭到剑气席卷 顿时身躯暴裂 鲜血喷剑 纷纷惨叫 一瞬间死于非命 几乎是九成多的盛唐弟子 被任非凡 直接秒杀 只剩下几个残存者 陈醉月催动风魔天书 抵挡人非凡的剑气 天书受到剑气的冲击 光芒顿时溃散 一下子失去了灵气 已受到极大的损害 陈醉月张口喷出鲜血 当场重伤 血月图天斩 你 你是人家那个天命之子 陈醉月终于认出来了 眼里带着极大的震撼与恐慌 再也没有刚刚 慵懒清雅的模样 在任非凡的威势笼罩下 他宛如一只跳梁小丑 气场差得太大了 任非凡脸色淡漠 沉默不语 凌空降落下去 却没有杀陈醉月 而是带着夜辰迅速离开 夜辰死里逃生 看着任非凡 飘逸洒脱的身影 正是恍如隔世 任前辈 多谢你又救了我 任非凡道 没什么 不用谢我 将来我有大难 还是要靠你相助啊 任前辈 你怎么不杀了那陈醉月呢 他没有触犯我 我不能随便动杀手 否则会被背后的天理发现 就算没有天罚 现在就直接和裁决之主 撕破脸皮 也不是明智之举啊 他语气淡淡 似乎对于帝心玉的形势 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夜辰暗自佩服 知道任非凡 这种境界的人 就算以前 没来过帝心玉 但只要一只脚踏进来 推掩天机 便可洞察到 主般因果命数 任前辈 你 你似乎有伤 隐隐之间 夜辰却又发现 任非凡身上 有些轻伤 虽然影响不大 但毕竟是受伤了 这世间除了上位者 竟然还能有 伤到任非凡的人 夜辰自然是大为诧异